大家好 歡迎收看Bidi Bala Talk 王妃有一首歌叫我願意 頭幾句就很消失了我 她說思念是一種很圓的東西 如影隨行 每逢晚上默默在她心底 她懷念一個人 人有不同的東西會令我勾起我們的憶師 還有回憶還有紀念 人、事件、日子等 最令我自己懷念的可能是一些已故的親人 到現在為止 婆婆過世都十幾年了 偶然間不單是清明和重養這些集體紀念先人的日子 我記得的時候都會有點眼濕濕 或者是會有一絲微笑 Depends on 在想什麼 除了過去的親人之外 現在的人都會被紀念 有些是因為她有一些病痛 或者有些特別的需要 來祈禱紀念 或者伸出一個援手 關心一下她最近的近況 但同一時間 無尼那間都會來紀念某些人 例如我現在上班 Mini又上班 哪怕真的到晚上的時候 我知道都會見到Mini 在上班的過程當中 我都會想著紀念一下她 例如爸爸媽媽 他們現在結婚之後 我一個禮拜 或者有時候忙 兩個禮拜 才會跟他們吃一次飯 但走一見不到的時候 都會記住 想想他們 或者WhatsApp 看看他們近況如何 在上班 他們對我的掛念 可能他們退休了 沒有什麼做 就會更多 當中夾雜了的 可能是怕我天氣轉 又會傷風咳 怕我太肥 但其他人 就算沒問題 我媽媽都會掛著我 經常餓著我 除了人之外 有些個人性的特別事件 或者特別日子 我們都會去紀念一下 又或者 有時候是耿耿於懷 有時候 去remind 去refresh一下 其中一個是結婚紀念日 每逢 結婚周年的時候 我和Mini都會去 那個church那裡 來拍照 吃一頓飯 有些人 雖然都會做這些 循例的動作 但實際上 他們覺得 結婚後 真的整個老陳 從此被困 有些朋友 到現在 都是耿耿於懷 就覺得 早知那天 不結婚 或者有些結婚 OK的 但生了B之後 就覺得 早知那天不生 當然這些說話 是需要政治正確的 所以 就不會宣之於口 特別 你最好不要這樣說 否則你真的死定了 再加上 你就算跟子女說的時候 都會生氣你 對不對 除了個人一些紀念的日子之外 有些是public 公開會去紀念的日子 那些日子同樣的 可以是傷心 可以是開心 亦都可能 是跟古時候 一些龍耕性的節日有關的 不知為何中國人和猶太人 都會有個例子 例如 例如 33 44 55 這些重疊的日子 77 這些日子 就會來到 過節 過時過節 基督教 比較重要的兩個日子 當然是聖誕節和復活節 最主要來說 復活節就是紀念主耶蘇的死 雖然過了二千年 但我相信 如果你是一個認真相信的信徒 到今天為止 都繼續提醒你 神的救恩 那個拯救 還有 無論你去到哪個地步 你都可以靠神的能力 重新開始 重新開始的意思 不是代表你 你不需要承受罪 或者是承受 其他你之前所做過的結果 付出了的代價 你可以去享受一下 不是那樣東西 而是重新開始來挽回神跟你之間的關係 同時 亦都給你的愛心 來挽回你和人之間的關係 聖誕節 反而 其實應該是比較次要一點的 初期教會 就不會紀念聖誕節 你看看 蝙蝠講聖誕節 在聖經裡面 相對來說是少的 去到這個 羅馬天主教成為了國教之後 才強調這個聖誕節 去到新教改教的時候 又再忽視這件事 因為他覺得聖經沒有講 我唯讀聖經 為何要公開這件事呢 後來去到Charles Dickens 那時候 工業革命 Charles Dickens 寫了一本書 Christmas Carol 去鼓勵人們 在聖誕節的時候 不單止互相送禮物 亦是關懷身邊有需要的人 然後才開始慢慢公開 當然現在 無論聖誕節 也好 復活節也好 情人節也好 whatever 也好 變成了一個商家 去銷售破 的人子 這個就是另一回事 Other than that 之外 亦都有一些人類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情 不是宗教那些 不是人類歷史上發生的事情 而是common的 你無論是任何信仰 無論是任何人種 你都可能會紀念 特別是一些悲傷的人子 例如這個一戰和二戰 我們會有rememberance day 也有些人會買一些 鵪肅花的牽章 掛在胸口上 原因是因為 當年 打第一戰的時候 兩個國家對壘的時候 掘戰號 中間有些 no man's land no man's land 生長了這個鵪肅花 所以用它來紀念 你要提醒我們 我們人類在戰爭死了很多人 如果國與國之間 將來有甚麼衝突 我們是否應該三思而後行 用其他方式 避免戰爭重臨呢 另一件事就是 假如 假如 民主的制度 不能夠帶給我們 安居樂業 不能夠帶給我們 一個經濟很大的效益 的時候 我們是否應該 興起一個 好像希特拉那樣的強人 來領導我們 哪怕它 真的進行了一些改革 以照經濟 這個 德國 由一個谷底 反彈去全世界 第三大強國 而且失業率 由三十幾個百分比 跌到幾乎沒有那麼大 這樣 因為 它做了那麼多公職 我們是否就justify 到 它 帶來實際二次世界大戰 涂炭了那麼多生靈呢 所以 我很欣賞德國 現在 很避免的人 去推廣 納粹黨 去推廣法西斯 去推廣 這個 獨裁者 因為他們受那個教訓的時候 他們知道 問題所在 要盡量來避免 這件事來發生 盡量避免一些狂熱的人 來支持這些事情 哪怕他可能 訴求 某程度上 是正確都好 或者是 人之常情都好 亦都在收容難民 去扶植一些 有被迫白的人 他都是不為餘力的 所以 看他發的 同一時間 你會看到 一個國家 去正視 他自身 過去的問題 的時候 是可以 重新得力 重新 來去起飛 很可惜 我們中國 他就在 六四的事件裏 殺了很多的學生 雖然在這件事上 亦都有不少的爭議 究竟死了多少人 究竟中國政府當年 做得對還是錯 或者就算錯都好 是不是不可不為 一定要做 如果不然 就延遷不了穩定 結果 現在就會崩潰 無可否認 三十年來 中國 透過鄧小平的開放國家 和朱鎔基的經濟 的宏寬調控 令到中國人 現在 由一個赤貧 去到一個小康 甚至部分 富起來 變成巨富 有很多旗艦 的公司 變成了全舊十大 這個是絕對需要 去認識 但同一時間 如果你比德國 他去面對現實 去正視那個問題 對中國 那時候 你很難說 如果我為了維持的緣故 放棄一切 就一定是 唯一的出路 不一定 原來 去到這個問題 這樣 OK 今天六四 有些人去選擇 去紀念這件事的時候 這樣 有什麼價值在當中呢 有部分不紀念的人 有幾個心態 第一個心態就是 做什麼 紀念這麼多把鬼嗎 因為你都不會令到 那件事情得到平反的 這樣 但我自己會想 即使得不到平反的時候 就正如紀念一戰二戰的時候 你透過紀念的方式 來提醒全世界 戰爭的可怕 獨裁者的可怕 這個東西本身 是不是verible呢 即是 你都不想 除了中國之外 在別的地方興起這些事件發生 是不是 既然我們 曾經經歷過那種震撼的時候 也都曾經因為這樣走路移民的時候 這樣呢 這個紀念能夠將這件事傳遞下去 另外當然就是 我們整個思想 如果我們被這種所謂維穩的意識 原來我們 各政權做什麼的時候 我們都啞隱的時候 當政權向你去採取行動的時候 這個不代表你要政治的 你可能是純粹遇到一些交通意外 遇到一個訴訟 遇到一個疾病 但是政權嘗試去棄居補稅 維穩 於是他選擇放棄你 甚至叫你來禁聲 叫你的家人來禁聲的時候 到時候又有誰來發聲 到時候燒到你的時候 你再發聲 還有沒有用呢 這樣 當這種思維模式 假設你仍然都是很幸福快樂的生活 來滲透了在你身上的時候 我明白如果你在中國大陸 這樣你應該保持沉默 否則你應該死快些 但當我們能夠在香港 還有一個自由的空氣來呼吸 在加拿大還有一個自由的空氣來呼吸 我們需不需要擁抱這種思維呢 或是 如果使會說 這種思維會不會令我們在一個自由的空間裡 反而洩底了呢 這個值得來思考 當然 有些人 他是不單止來沉默 不單止選擇去不紀念 但有些人 他是 他是 直接覺得 這個 是好的 這個 是好的 要為這個政權來發聲的 這樣 我自己 就不能夠 認同 那 另一個 體會 另一個體會 就是 有些事情 我們特意 選擇去沉默 來到 忘記了它 可能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這樣 例如 在聖經裡面 兩次聖殿被毀 你看回以塞亞書 頭三十九章 是說猶大滅亡之前 四十章 就是猶大秘魯歸回 中間 都嫁了幾十年 那幾十年 完全沒有說過 李施敬的解釋 就是 當一些太悲傷的事情 你不堪回首 不想再提 雖然可以很間接地有些蛛絲馬跡 新約一樣 同樣的經歷第二次聖殿被毀 這樣 純粹就是一絲一訪 耶穌說 你們見到 耶穌撒冷冰臨城下被毀的時候 你盡快走路 這當然是預言 這個聖殿被毀 當然你可以討論 其實那本書 是在聖殿被毀才寫的 那裏不是真的一個預言 但是 whatever reason 聖經在這個新約裏面 同樣的沒有刻意去描述這件事情 同樣Under李施敬博士的解釋 就是一些最難忘的事情 你強迫自己去忘記一下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念六四 或者記不記念一些人 一些事 一些日子的時候 又會不會有這種這樣的生態 在當中 無論如何 有些事情 可能已經轉化成為 由一件歷史事件 一件宗教的event 轉化 內化 成為你個人的一個生命 一個的價值觀 一個的修養 這樣的時候 我們不單止 不需要阻礙人皮來去紀念 或多或少 你更加珍惜 你現在嘗試去紀念的一些人事物 但是如果要忘記 而你又覺得開心一些 那就盡量去忘記它 從中國的維穩角度 可能六四事件 只不過是細矮一疊 在成立以來 政權 Posecution 就不止一次 那次也不是死最多人的一次 所以在他來說 他會覺得 維穩至上 是絕對對的 但是為什麼國際特別關注這件事情呢 原因是因為 你看看八九年 前後一兩年 直卷全球對於蘇維埃的勢力 反對 骨牌式的結束了冷戰 蘇聯解體 東歐很多國家 自己紛紛來獨立 所以六四事件 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所差的就是 但是中國共產黨很成功地維穩 其他地方就崩潰了 當中崩潰了 現在看回 有些成功 亦都有些失敗 有些仍然擁抱獨裁 有些呢 就已經擁抱了民主的思潮 將來的歷史會是怎樣 暫時都沒有人知道 但是呢 同樣一句 我們不想重去文革的時候 推倒重來 我們都盼望 中國能夠富強 同一時間呢 是變成一個相對地開明的政權 令到呢 人民可以安居樂業 今天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